大家好,我是圣恩 今天我要来再一次的介绍我手上的这一把 吉他莉莉 这把吉他莉莉我大概在五年前的时候买的 五年前因为在一次教课当中 我在教课的音乐教室看到他们有在卖这一把 当时呢,心里觉得这个有点像玩具 觉得蛮好玩的就把它买回来 后来买回来研究一下才知道 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正式的乐器 那这个乐器呢,它叫吉他莉莉 顾名思义,所以它结合了吉他的特性 跟乌克莉莉的特性 那我玩了这一段时间下来 我觉得它基本上它还是一把乌克莉莉 主要是乌克莉莉 因为它是一样是乌克莉莉的尼龙弦 那它的琴声大小也是乌克莉莉的大小 那吉他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在它的六根弦 的这个部分 这个特色是吉他的特色 那其他都是乌克莉莉,包含它的定弦 六根弦的空弦音的定弦 都是乌克莉莉的定弦 所以它基本上还是算是一把乌克莉莉 只是它有六根弦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吉他手来说 它可以用它习惯的手法来得到尼龙弦 乌克莉莉的音色 那我今天要做的就是,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乐器 这个评价可能会有点不准 因为这套弦摆蛮久的 所以新旧弦可能会 本来就有点差别 那再来,专用弦跟不是专用的弦 所以可能会让它差别蛮大的 那我也不知道音色会有什么差别 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首先,我会先用原本的这套弦 来做一些示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我们现在已经把吉他利利专用的弦给换上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吉他利利专用弦跟古典吉他的尼龙弦 放在吉他利利上面音色有什么不一样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比较的影片 我们今天比较了 同样是在吉他利利上面装上专用弦 跟用古典吉他的尼龙弦来代替 音色上会有什么差别 虽然说这个比较不完全公平 因为我古典吉他那套弦是旧的弦 但是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那至于音色的部分有什么差异 欢迎都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音色的部分因为它蛮主观的 所以我这边就先不做评论 听听看你们的感觉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 并且到我的Facebook专页帮我按个赞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